全台湾最后一位文面国宝邻居妹阿嬷 6月18号在酌西乡的老家池室 在6月25号举办了追尸安息礼拜 县长徐珍贵也特别前往哀悼之意 也颁证表扬状 而文化部的中务次长也代表总统颁发了包扬令 文面国宝邻居妹阿嬷告别式上 许多人都前来哀悼之意 华林县长徐珍贵颁表扬状 表扬邻居妹阿嬷努力推行原住民族文化保存跟传奇的工作 更让原住民在花莲土地上以自己族群的文化印记为傲 109年文化局到台北去帮我们的阿嬷拍了一部片子 我想这个身影永远永远保存在文化局 保存在我们的数位的影音里面 也为赛德克族 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的文化来不断的努力 身为华林县县长 除了哀悼 以及非常的心痛难过以外 我想在原住民的文化传承 是华林县政府非常非常重视 另外文化部政务次长肖宗黄出席 代表颁赠总统包扬令 由长女林朝花代表受赠 现场也可以看到总统府发言人Gulas Yugata 立法委员高金素美 孔文吉 着席乡长吕碧贤 代表会主席金淑敏等人也都到场参加追思会 共同来缅怀这位终身奉献于文化的传承 以及推广的林志美阿嬷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